2013年巧克力的出现彻底颠覆了水溶肥都是粉状和液态的历史 开辟了肥料行业的全新品类颗粒水溶肥 水溶肥为什么做成颗粒的呢 首先做成颗粒的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可以添加传统水溶肥无法添加的一些液态养料 例如浓缩糖蜜发酵液 聚天冬氨酸 聚谷氨酸 氨基寡糖素等等 解决了传统水溶肥养分单一 吸收利用率低的问题 巧克力特别添加液态的核心配方牛壮素 能起到减肥增效 快速调节土壤酸碱的功效 其次传统的水溶肥都是粉状或液态的 使用起来有一定的局限性 例如粉状的不能洒湿 必须溶于水之后才能使用 做成颗粒的就方便多了 可以直接洒湿 学湿 冲湿 也可以跟其他肥料搭配 一起做底肥 巧克力速溶泉水溶 没有一点残渣 还可以滴灌 微喷灌 2013年之前 在百度搜索颗粒水溶肥 此条数是零 但是今天再搜索 数量已经突破700多万条 这就是巧克力对颗粒水溶肥这个品类所做的贡献 九年聚焦巧克力被同行包括媒体们成为颗粒水溶肥第一人 截止到今天 巧克力英文商标Cookley已经在72个国家成功注册 并畅销韩国 突尼斯 马来西亚 澳大利亚 意大利等46个国家和地区 九年专注 巧克力连续五年被农资行业权威媒体农资导报 评为中国好肥料 被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评为肥料优秀出口商 国际影响力品牌等荣誉称号 未来巧克力不忘初心继续聚焦品牌化思路运营 引领颗粒水溶肥行业的快速发展 为全球农业增产增收贡献力量